504这一题 504的话就是几次方的计算 比如说它这边是14的三次方 它要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14的三次方 如果在python里面的话 当然就是14乘乘3 乘乘的话也是几次方 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Math Math这个模组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Po.Pow Pow Pow它也可以就是用这个函数 也可以得到几次方 不过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简单 因为你要imput一个Math 然后还要用Math 还不如用乘乘就好了 所以程式如何撰写 如果用刚刚的这个概念来写 基本上第一个先行这个模组 第二的话input的话 14的三次方 假设我今天输入14 然后再输入3 那14的三次方的话 那我就写成A乘乘B 有没有这样就OK 所以试一下给我们看 直心 然后14的三次方 2744 应该是符合这个题目要的2744 这个结果一样OK 所以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那第二阶段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计算的程式 把它改写成用Function的方式来去数 所以第一步一样 请你在第一行的地方打一个DF 空一格 然后呢 名称也许叫Compute 然后小瓜糊 小瓜糊里面的话呢 我看题目有没有 题目Compute 它没有说 它只有说带 带两个参数A跟B 所以其实如果它没有提到 一定要X跟Y 像那个我应该好像是要X跟Y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干脆什么A 够点B 这样子 然后做什么呢 不能X跟Y 可以吧 这个名称它没有限制 反正你就取两个参数的名称 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一样嘛 加一个NS好了 等于什么 等于A 乘乘 乘乘B OK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把它Return回来 所以你打一个Return Return的话呢 就把这个Return什么 Return这个NS 把它Return回来 那如果将来呢 我要使用这个Compute的话 那我就直接什么 ComputeA 豆点B 那其实为什么这边不改 其实好处就是 你直接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因为呢 它的那个变数名称 跟它的参数名称 是一样的 一样的好处就不用改 当然也可以取不一样 不过通常是取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取一样的话 可能会造成Compute 有的东西说 老师这个A 跟这个A到底有什么关系 跟各位讲完全没关系 这个A指的是A变数 这个A指的是A的参数 只是说它都叫A而已 它们是同名啦 但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喔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 Compute 干脆你把它改X 有没有 但是这个X改了之后 这底下也要改X喔 OK 它只是名称叫一样 我当同学 之前有同学问说 是为什么这边叫A 那边也叫A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我一直看 没有不一样的东西 只是说我偷懒 我懒得改 所以还是不能脱懒 算了还是改这样 X跟Y 不然等一下同学又要问说 是这个A跟那个A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换个名称就好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把它履称过来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因为特别重要 每个每个地方 虽然城市不多 但是呢 一定要每个地方都要了解 OK特别重要 丢A跟B 所以Compute意思说 把这个A跟B丢过来 它传给它 传给它之后做计算 计算先放在ANS里面 再把这个ANS return return回来之后 把它print出来 所以print出来 一样是27次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 等于是相对比较啰嗦 14的三次方 是不是27次4呢 一样 OK 所以结果一样 但是考试的时候 你不能说 你写刚刚那个方法 上面没有DF 它只要没有DF 就算你错了 等于你写出来 虽然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有要求 一定要写成Function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504的部分 试着做做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吗 哦 嗯 嗯